哈嘍 大家好 又是一期NZUI應用程式推薦與介紹的影片 我們大家都知道最近這個Pokemon GO 抓寶可夢這個遊戲非常的有名 那這個遊戲就是要到戶外才可以來進行 那同時要知道現在的位置也要靠這個GPS的定位 那玩這款遊戲大家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個GPS的收訊有時候不良 收不到訊號訂不到位 那可能這個遊戲就沒辦法進行下去 那所以今天我們要和大家推薦的是一款這個GPS的一個程式 它叫做GPS Status and Tools 我們一樣在Play商店直接搜尋GPS Status 基本上你只要打前幾個字它就出現了 就是這個GPS Status and Toolbox 這一款軟體它用免費版跟付費版 那我們先安裝這個免費版來示範給大家看 它這個軟體是可以來監測目前收到衛星的情況 然後同時它還有一個輔助定位數據下載的功能 好現在我們開啟它 好這個是它的條款你要先按接受 好那個是指南針感測器 好那進到這邊呢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這個GPS的一個狀態 好在右邊這邊有個十八分之零 就這個零就代表現在有定位到的衛星是零顆 那因為現在這個拍攝的場景是在室內 所以基本上它不可能會定到位 那如果你走到室外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看到 欸這邊會出現幾條綠綠的 就代表說已經定到位的衛星 那上面這邊就是這個衛星 它的位置還有編號的對照圖表 那我們比較重要的是GPS的輔助數據下載 我們將手指從左邊往右滑開 就可以開啟這個側欄的這個選單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個管理AGPS的狀態 好這個比較重要 因為AGPS它可以來輔助這個GPS定位 就是它會先下載這個GPS衛星的一個心理資料 還有心理表 那就可以來加準加快這個定位的速度 就不用每一次都從頭開始定期 它有一個基準點的數據 那它背後的原理其實比較複雜 不過大家也不用追究那麼深 我們就先直接來應用它的輔助數據 那這個下載基本上是需要連線網路的 不過你玩寶可夢的時候也要網路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就按下載 那下載後它就會出現 AGPS輔助數據以下載 基本上這個下載的速度量非常的少 那下載完後你就可以看到 左邊這邊有個AGPS下載的天數 因為這個心理的資料呢 跟心理表它其實是會隨著周期而變更的 所以說它這邊是幫你記錄說 這是多舊的資料 那如果資料太舊的話 你可能就要重新下載 因為那些資料可能就已經沒有用了 OK那這是這款軟體的一個介紹 那它基本上如果定位成功的話 下面它會顯示目前的經緯度啊 你的速度 你的海拔高度 還有定位的誤差值等等 那如果你要購買專業版的話 就是說它下面是沒有廣告的 然後它還可以顯示更多的資訊 比如說你的手機有氣壓計它會顯示氣壓 有溫度計它會顯示溫度 有這個計步計它會顯示你目前走了幾步 等等的一個資訊 然後在這邊還有一些設置就是 比如說你的指南針不太準了 你可以做指南針校正 不過這支手機沒有指南針 所以它沒辦法進行 那它也可以幫你檢查這個 手機裡面有哪些傳感器 你可以選擇這個 Diagnose Sensors 按下去後 它就會幫你列出所有手機的傳感器 那右邊如果有打勾 就代表你這支手機是支援的 所以可以看到這支手機基本上是比較低階的 所以它很多都沒有支援 好 那這是它的額外功能 那你沒辦法就是會有 跳出這個廣告 就是要把它關掉 那雷達一樣它是用指南針去觀察這個衛星的位置 但是因為這個手機也是沒有指南針的 那它還有一個功能是可以新增這個位置的部分 你可以新增一個位置輸入經緯度 然後輸入一個它的名稱 然後這個是要打這個經緯度 那可以選擇一個顏色 那就是你在雷達圖上 如果接近那個位置的時候 我們再切換到雷達 假如說你現在有定到位 你在雷達圖上如果接近那個位置 它就會出現你剛剛標記的那個點 然後跟你提示 方位角是往哪一邊 距離多遠 這樣子的一個功能也可以去做使用 那另外再跟各位介紹 如果你要把定位的精準度要求到最高 你可以進行哪些動作 首先你可以到我們手機的位置這邊 將模式開成這個高精確度 就是透過GPS、Wi-Fi跟行動網路 就是基地台來估算你的位置 然後同時你也可以到 Wi-Fi的設定 然後點選進階 這邊有個自動掃描的部分 就可以透過Wi-Fi來做掃描 就算你那時候是用行動網路 你的Wi-Fi是沒有打開的 它依然也可以透過Wi-Fi去做掃描 所以這幾個動作 都可以來加準你的定位速度 那以上就是這款軟體 GPS Status and Toolbox 的一個介紹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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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